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星期三的每只一股 这一节嘉宾请来Jason 和我们推介他深水股份 Jason你好 Jason先为你回顾一下上星期推介的深水股份 就是金峰科技 看期内港股都升得不错 升了702点 累积升幅有百分之三 推介的208金峰科技 更厉害 跑赢大市很多 有一个跌 升了8%上来 今天总共收费12.12 很可惜 我们看看定下的投资建议 定得太低了 定了11元的水平 而期间整个礼拜 最低都是见过11.04 即上个礼拜推介完之后 就没有再见过低过11元的水平 很可惜 未能买入 虽然跑赢大市这么多 我们看看今个礼拜 Jason可否推介一些更好的股份 给我们 今天推介什么 今天推介这一只 都是关于一间做预製品的公司 不是最大的梦牛 反而可以选一只相对比较落后 比较细小的1117 现代木业 好 现代木业 我们回顾一下它出的份业绩报告 这一项公司在上游业务方面 在上游业务方面 在上游业务方面 在下游业务方面 一样做得不太好 令到要面对一个虚钱 但我们撇除了一些非核心的因素 单看核心的EBITDA的利润 其实都是有钱赚的 即6亿多 虽然按年来说都是要跌 但是整体比起大数的顺利来说 其实EBITDA的数目是好的市场预期 好 我们回顾一下 其实现代木业 它是做上游多 还是做下游多 是的 看那个业务分布 讲的是奶牛养值 就是养一些牛 再去生产一些原料奶 这些就是所谓的一个上游业务 看回公司在收入的比重上面 上游与下游业务大概都是七三支比 都是以上游方面为主 继续原奶生产的规模来计 更加属于全国排行第一 继续上游业务来说 它的规模算是相当之大的 可惜始终受到原料奶价格持续下跌 所以都见到它的收入或者盈利方面 都是有个下跌 至于你说去卖那些液态奶的产品 就是下游销售业务 那个表现就更加差了 更加见到那个经营的利润 都只是赚了十多万 按年方面 都是出现一个相当显著下跌的 好啊 我们再看看它的业绩 虽然大数做得不太好 有没有一些量点大家可以留意 见到期内 因为乳牛方面已经不赚钱 所以他们都会选择减少乳牛的数量 总乳牛数目是同比向下跌2.7% 但反而见到一样东西 乳牛单位产量按年升了3.3% 为什么少了牛的同时 他们每单位的牛分泌的牛奶更加多了 是的 这是一个其中的两点 因为总乳牛数目跌 就照计原奶的销量 或者产量都要跌 但见到在上半年来说 集团的原奶销量 旺年都增长了接近6% 那么关键就在于每一只乳牛 他们生产的原奶量 都是因为受到一些特别的原因 包括可能是基因的改造 因为更加多的 就是牛仔就长大了 成为被乳牛的关系 令到每一只牛的单位产量 都是有一个提升 那就是每一年 每一只牛所生产的原奶 就是由之前的9.1吨 增加到9.4吨 这个都属于一个叫做 几好的指标里 虽然你说那个奶价 或者那个单位售价是下跌的 但是由于每一只牛的单位产量升了 变上去都是有一个空间 可以在咳牛或者杀牛 都能够维持同等的产量 我们来看看公司的期间 成本好制造成如何 看回这个图表 就是显示之前奶牛养殖业务的销售成本 资料成本是上半年的时间 达到9.8亿元 总共的成本是12.9亿 就是看到大部分的成本都来自资料 但是资料那边其实按援跌了8.5% 成本方面控制得不错 都令到公司上半年 那个上游业务的毛利率 都没什么怎么跌 都仍然保持到32.5% 都属于同业来说是比较高的水平 那个原因 刚刚都提到 始终在生产成本方面 资料的部分是一个相当大的比重 而在这段期间 内地的宿米价格 或者是大豆 这些传统资料的成本 都是跌了下来 便是令到集团在那个销售成本 计算上来 都是有个下降 虽然你说那个降幅方面 比起收入来说 都仍是为之小 但是始终都是有个叫不乏作用的 可以令到集团在那个上游业务的毛利率 不至于说出现一个很大的跌幅 我们又看公司上半年 有些什么特殊的开支 这里差不多有8亿的特殊开支 占比最多就是4.99亿的乳牛生物相关公平值变动 这个就跟我们平时看地产股的物业公运值 差不多 会根据市值而有些转变 没有什么特别意思 但是见到你也有个声号 在代价股份价值调整的公平值变动 这里有些什么特别大家要留意的呢 是的 我说这个代价股份 其实就在去年的7月份 就是发行的 当时就由于公司方面 都希望收购两个的乳牛牧场 他又不是用现金付钱的 就是借着发行这些代价股份来支付 当时他就以一个相当高的Premium 就是说4元一股 就发行了4.77亿股的这些代价股份 但是有个条件 就是你用得这么高的Premium 当然对价都一定是想拿回一些好处 就定了一条件 就是说在三年禁售期 就是去到2018年7月的时候 如果到时 现代木业的股价是低过5元的话 那集团方面就需要向对方支付一个差额 假设如果股价到时都是4元来结算 那集团就要付4亿多的代价 就是对方的 那计算一条数 就是说 当然对木业的股价 每升或者每跌一毫子 就会对那个帐面 构成一个盈利或者是亏损 就是4,770万的港币 而这一部分的账面盈亏 亦都需要在每一期的报表上面 去到直接入价 那就是代价股份 调整公平值方面 去到入价 那见到今年上半年 由于现代木业的股价 也有2元 就跌到大概是1.01多 1.01多 那就是说也跌了接近9毫子 那由于这一部分的跌幅 就直接构成一个公平值的亏损 就说有3.8亿那么多 但是既然你说这个已经是过去息 我们都看回 究竟由6月份去到现在来说 现代木业的股价 都已经是升上来 那你计算一下 昨天的抽市价一个无几来到计算 暂时在下半年 都会有个账面的盈利 说的是一亿多 那我都相信 就说上半年那个亏损 就有机会去到下半年 可以有个明显的收窄 好啊 你看完公司自己的盘数 你看看大环境对于公司来的影响 第二个利好因素是国际乳品价格 进入一个回升周期 如何可以理好公司呢 因为国内的乳品 其实就是国际乳品的一个替代品 如果国际乳品价格升回 即国内的乳品 吸引力会上升回 图表就是看到新西兰原奶的产量 还有都见到它按年的转变 红色那条线都显示了 2015-2016年的产季 新西兰原奶的产量 按年下降大约2% 而市场都预期 16-17年的产季 其实都会持续再下跌到3% Jason 为什么未来都会预期产量会下跌呢 是的 因为都见到新西兰在过去那两年 整体那个原奶价格都跌得比较厉害 令到很多些比较小规模的奶龙 都做不住 都是要蚀钱一下 就直接是收拾了去 退出的产业 令到整体那个乳牛的数目 或者一些叫乳牛存栏量方面 那个的数目 都是drop的是挺厉害的 去到去年 去年那个产季都见到有个下跌 你说去到今年至到明年来说 相信整体新西兰方面 原奶的产量 都仍有大概3%的跌幅 相信这个周期 起码要延续到去到17年的年底 才会有机会有个改善 我们下幅图表 就真的见到奶格 已经有个重拾升勢的迹象 GDT全资奶粉 最新一次的拍卖均价是2793美元一吨 比起8月初的时间 升幅大约有2.3 比去年同期也急升接近3.4 这个价格去到现在的水平 你觉得是否还有一个上升的空间 由于刚刚都说到 新西兰的原奶的产量 未来都会跌 或者其实近期都跌 都见到在那个叫做 供求关系有个转变的情况下 令到那个国际的奶价 特别就是新西兰方面 那个交易的奶价 近期都有回升 GDT这个平台就是在纽西兰那边 就是在恒天然这间最大的全球乳品製造商 去到旗下的一个交易平台 你见到这个交易价格 都是反映着全球国际乳品的交易价格 那讲最新一次 就是在9月头的交易的中间价格 那升到2790多美元 那比起今年的年初 都升到2成多 那如果你说到去年的同期 也都升到3成多 那要留意 就说这个国际奶价升 有什么代表性呢 刚刚Tracy都提过 始终国际的原奶 和内地的原奶 其实都是有一个替代作用 那在现时这一刻 国际的原奶价格 都仍然是便宜过 内地的原料奶价格 大概是三成多到四成 那看回一些的报告 都看到的 如果你说这个国际价格 能够是持续上升 甚至乎上升到可能 3,700多美元一吨的话 那代表着 就是刚刚很贴近 内地的原料奶价格 如果你说这一部分 国际奶价再升的时候 对于内地一些乳製品的企业 他们要采购原奶的时候 都可能会偏向买内地自己的原料奶 这一部分 对于公司来说 都属于内地最大原料奶的生产商 当然会是一个相当之有利的信号 我们又看看内地乳品企业自己的库存的情况 都见到有个持续回落的迹象 自从2014年下半年 内地奶龙逐步退出 因为见到盈利方面 已经是转为亏损了 奶牛的数量和原奶产量都持续下降 主要的乳品公司去库存的速度也加快 上半年 今年上半年 内地主要乳品企业库存价值 安年下降大约一成半 预期未来一年跌势将会延续 其实对于后市方面 有什么启示 这个图表上面 都见到 内地头的七大主要乳製品的生产商 包括大家熟悉的蒙牛 伊利等等 他们的乳製品的存货水平 看回今年上半年来说 都见到的存货由去年下半年 都是按环比方面 都回落了 大概是一成半 甚至去到今年下半年 就更加是环比 会再减多两成 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为什么你说内地的乳製品的存货 会不断跌 都是看回国内方面 原料奶也好 或者乳製品方面 其实都在过去一两年 那个产量慢慢缩减了 这一个情况 就跟国际一样 都是受虑整体的奶价下跌 特别就是内地 都很多小规模 比较分散式的奶龙 都是捱不住 那个奶价下跌 而他们又要给一个 相对比较高的治疗成本 或者一些牧场的行政费 他们都宁愿就是 撿了牧场 或者杀了乳牛 那变相就令到原奶的产量是跌的 还有都可以和大家分享一点 就是因为都看回一只乳牛本身的生产周期 都是大概两年的 就是你说一只小牛 产量大他们 成为一只秘乳牛方面的周期 是大概两年左右 如果你看回 如果你看回 从2014年 是下半年开始 内地方面的奶龙 开始是杀牛的 就是乳牛的数目开始跌的 代表着两年之后,大概到16年的下半年开始 整体被羽牛的数目,都可能会有个剧减的情况 可以预期在未来这一年至两年的时间 内地的被羽牛跌了,亦都会令到原义产量进一步有个收缩的情况 我们来看看国内原义价格和现代物业的股价的关系图 刚才Jason最开出的时间,也有提到现代物业,其实是内地的原义产量全国最大 如果原义价格是吸引的话,内地的羽品公司都会第一时间向现代物业去采购 蓝色那条线,显示国内的原义价格 红色那条线,显示现代物业的股价,见到走势相当之接近,亦都吻合 Jason,也见到原义价格是一个下降的趋势,现在见底了没有? 没错,见到内地的原义价格如果是升,当然会有利于集团方面的销售和毛利的表现 但是看走势来说,当然整体的趋势是相当之一致的 但是在股价方面,很多时候都是跑先或者领先的内地原义价格大约是三至四个月 以好像是一三年为例,在一三年的年中开始,即是第二季左右开始 就见到内地的原义价格就开始慢慢上升 但是其实见到现代木业的股价都在一二年的年尾,至一三年的年初 已经见到股价开始先上升,即是大家在当时都预期了 就是说那个奶价慢慢会上升,那预先就在股价上反映 那去到今时今日都是的,你见到现代木业的图就至今年的六月份 当时现代木业的股价都是在沉底的,但在近期来说,都见到现代木业的价是慢慢上升 但是由于刚刚都提到,未来这两年,我自己看内地的原义价格 还有机会上升的关系 照计在未来这半年,现代木业的股价都还可以上升多一阵 这方面我觉得是有一个理好因素在 好,明白,我们最后就看看这只股份 如果投资下去的话,有什么利淡因素大家需要留意呢,Jason 利淡因素分几个,刚刚都提到 就说他下游业务本身,都做得不是太好 一来就说他本身的品牌方面,始终跟一些最出名最大的 好像萌牛,伊利等等的知名度都差很远 那二两都是见到他本身在那个应收贸易账方面 在上半年都急增的,就是他有很多一些预製品 卖出去,对别人都未找到数给他 这一方面会不会带来一个所谓资产的减值呢 大家要留意,还有就是说全年的业绩仍然有机会是蚀钱的 因为说上半年都蚀了5亿多,即使下半年有机会有个好转 或者那个情况是可以是改善,甚至乎你说下半年有钱赚的 但是你说拉云回全年,我觉得都未必那么容易可以扭转亏损的状态 但是始终我们对于这个股份,都是看回可能是17年开始有机会复苏 那相信未来出的业绩的影响未必会太大 嗯,好啊,明白 那见到今天现代木业的股价就没什么大的变动 那么今早其实升过去一个月的新高,1.63元 现在回落去到1.57元 Jason,现价的水平呢,要不定低一点才去买入呢 是啊,见到其实近期现代木业的股价呢 都是在最近这一个多星期,就由1.2左右 就升到上去大概1.6元 见到今早都去到最高,就是1.63元 那所以我都觉得是可以等它回回一点点 就是大概去到可能1.5元左右 其实今天早上都曾经下过一个5.1元 看有没有机会来的时间,可以再回到过半左右 就去到是吸纳了 那至于你说是上面看的那个目标呢 我觉得是可以看上去,大概是2元左右 但是要小心的,始终这些股份的波动性都是比较高 那所以一旦跌穿过二的话,都应该是先行止蚀的 嗯,好啊,明白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目标价是2元 指示价是1.2元 都是Jason今天的推介 再和你做新报 刚才我们说过的股份有没有持有的呢? 没有持有的 好,有期待会有问答案子 待会再见 对ю 对